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要说 同时美牛瘦肉筋的问题在台湾 无论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媒体 张飞打岳飞 这个问题还没开始 已经糊成一团 这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不过现在210全民开讲延续 刚刚其实大家蛮关注的 林索豪他绝对不是表面上大家看到的风光 他是背后经历的这现场几位专家跟大家分析过 那么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除了他这个长期受到歧视 可在歧视之中依然茁壮 另外一个就是在前天的跟黄蜂 虽然在第八连续胜了之后的第一场败机 可是他跟所有的美国人来讲 我在学习之中 错误之中学习 我在继续成长 美国人疯掉了 这是看着一个人打趴了 不管是全赛任何球赛 打趴了 突然最后又爬起来 而且还可以设栏 而且还是如此的轰动 这就是林初豪的这种现象 整个全美的这个风靡的状况 的确我们前面讨论了 不管是技术体能 其他的这个 盛长的这个防守进攻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他基本的信仰 我觉得他的基本的信仰 不管是不是宗教或者是家教 家庭的教育 我觉得都告诉他 非常正确的价值观跟人生观 他告诉他自己 我觉得最近我在想 没有一个这个NBA 可以一夕之间爆红的球员 有办法在这么多媒体面前 不断的讲这么谦虚的话 而且我相信这是他发自他内心 然后他也知道他不能骄傲 我们看过以前很多的NBA的巨星 可能打了几场好球 被媒体一捧 然后这个球团一砸重金之后 可能金项链戴上去 然后耳环打了刺青 完了之后 可能就是晚上去夜店 然后怎么样 就是开始很多负面的 这些行为就产生 我觉得林素豪 在这样子的一个 风光的过程当中 他还是很谦虚 很内敛 然后包括他输了这个黄蜂队之后 他也非常非常清楚 基本上就是失败为成功之母 我相信他们的家长 也从小可能就告诉他这个观念 或者是圣经里面的故事 也在教育他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看好他 是因为他的中心思想非常正确 你说我完全还没有 这个止境的一些这种变化 美国这个电视节目里面 有几大名嘴都预测 林素豪大概会步上 其他NBA的球星门的后城 开始爆发成名 然后就暴富 暴富以后生活的开始微静什么的 可到现在虽然两个多礼拜的时间不算太长 但也不算太短了 你没看过一件事情来自于他的有这个骄傲之气 而且他开口闭口就说我在为上帝打球啊 其实从林素豪事件来讲 我们不要只看球技 我们已经都谈到球技嘛 结果我们都讲的是他的球场表现 刚才讲到教练讲了 我们在选球员的时候 有时候两难 两难是说 选这个球员 他非常有天分 可是呢 他可能不好教 有很多的二习 很多的一些不好的 这个习惯 最有名的 我们说了 Antoni Walker 在他的打球的这段时间 也不多 他赚多少 他一亿多美金 全花完了 还负债 还负债 因为他去Lasbikas赌 太多 NBA这种的不剩美举太多了 但林素豪我觉得啦 他如果要变的话 他早就从高中就开始 大学 甚至来到这边可能两三场的时候 金箱店开始带起来 可能隔起天就去了 只是现在没有可能以后就回 但是有点这上市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是 如果他会的话 早就以前现在铺天盖地的新闻 早就先出来 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挖出来 你可以看到他 铺天盖地对他的报道 两个礼拜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 一则负面的消息过 好像没有 他最多就是跟 一些想要跟他合影的女明星 或者他过去还是小粉丝的时候 跟一些艺人有一些合照 或者是他的女朋友的照片 如此而已 如果以媒体现在人盯人的方式 在采访他 贴近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采访的手腕的话 他如果在学生时代有任何一件 那已经爆出来了 对 那就早就爆开了 所以现在看到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所以他真的 我常常想说 他好像这个唐吉柯德 他像新教徒一样 他对自己的要求实在是很严很严的 美国这个狗仔这个电视节目叫TMZ 那最近已经密切锁定他 连吃了都盯了他 连续跟了两个礼拜 他说就跟他爸妈出去吃饭 而且这个一走出来 看到这个TMZ TMZ通常就是开始 问你几个这个无厘头的这个问题 他们理都不理他 就低着头就这样走 我们可以看一个小孩子 他讲的每一句话 其实真的是出于内心 不管最近赛后记者会 什么样的记者会 或者在场上 今天刚陶哥讲过说他无私 我今天看一个球 我真的是佩服他 他抄截到一个球 结果他在进攻的时候 前面是没有人防守的 可是那个Langer Field跟他一起跑 他到了 差不多可以上篮的时候 他把这个球 很轻松的pass给他上篮 我抄截到的 可是把后面得分的荣耀送边 那自己就可以很轻松的上篮 一个人都没有人防守 对不对 今天这个球也重播了很多次 所以我觉得说你从很多小地方 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 有他的一面 这一面是真的很真诚 而且很无私的一面 这要NBA其他这个球员 我既然已经超到的 当然就是我们 扣下去了嘛 那是一个show time 这是一个show time 因为NBA自己在打球成绩就跟后卫的身体 为什么不把球穿开 对啊 所以我们没有不能打NBA 因为我们心胸太狭小了 一直在咬这个球 所以他这个完全 各位刚刚提到就是他的一个意志力 我们召唤观众朋友来看明天这一场 明天跟这个蓝网的这一场是如何 这稍后大家 专家们会有更精彩的这个分析 可是你看到他的意志力 不但是林书豪 郑亚尼也一样的 你刚刚讲的郑亚尼的这个 走 对 我这样子 因为我在香港东亚运的时间 跟亚尼大概相处了五六天 那五六天 其实我们这种年纪当然 会到健身房去跑跑步 只要我去健身房的时候 都会看到他在那边做重量训练 那个也是他假期的时候 在香港你想要练球很困难 因为他的练习场 要member 然后球具什么都没有 可是他会去想办法 那时候找到了房主名 就借他爸爸的member的证 然后我们去练球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也看出一个要成功 那时候他还没有算很成名 可是后来看他成名以后 才知道说所有的成名的背后 你都必须要付出一些苦心的 在过年的期间接到他电话 因为他的手肘受伤 而且非常的严重 练球的时候都会很痛 结果那时候我就派我们防护员去美国 那几天练球的时间帮助他 让他消炎 止痛等等 帮他做一些防护的措施 我会觉得说这个时候 过年期间他还在那么努力 忍着伤痛在练球 所以我觉得曾亚尼跟林书豪两个有异曲同工的味道 就是两个的背后 两个的努力的程度 到今天为什么能够成功 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那总教练这两位都是你看过的 包括林书华这个前年在这边 对对对对 在我们球场练球 这完全不可思议的 没有任何的这种压力之下 他要如此要坚定的 要如此能够不畏苦的 这是个什么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基本的这种精神 这也是赢的这种精神 不过从明天的这场这个球赛 这又是一个关键的 这2月4号 这个蓝王讲说我在哪里拜的 我2月4号拜给你 我在哪里在手上再夺回来 誓言要板回来了 没错 所以说篮球场上是 永远都有下一场比赛 就是职业运动的铁则 那么运动比赛呢 有趣的地方呢 就在于他实在是非常的难以预测 因为难以预测呢 所以我们大家才要准时的去收看比赛 我们看一下这个 针对明天的可能那些的发展 2月5号尼克出战篮网 台湾好小子林书豪 冷板凳替补上场 能投能欠能传 单场砍25分 送出七次助攻 带领尼克反败为胜 不但让主场球迷为他倾倒 也开启了林来峰的惊奇之旅 没想到林Sanity林来峰 吹得比新竹九将风还猛 过去九场比赛 打出八胜一副成绩 接连扳倒胡人 未免冠军小牛 更是证明自己的身手 21号他将再次对上 让他一战成名的篮网队 目前尼克队战机 16胜16败 排名东区第七 而蓝网队过去十场 一胜九败 九胜24败 更是排名东区倒数第三 而林书豪过去八场先发 平均25分9.5次助攻 同样羁押蓝网队看板球星 德隆·威廉茨的21.6分 8.3次助攻 气势数据全部占尽优势 不过蓝网队已经放话 要对林书豪严加看管 但尼克也有因应 因伤缺证的主将 田瓜安东尼 也将再对蓝网之战付出 豪瓜佩是否合作无间 就等两个人一起站上球场 答案才能揭晓 第二位新闻综合报道 蓝网已经说了 全面看管了 像小牛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也看管了 看管也没什么用处 不过明天蓝网 当然讲起来 好像是跟黄蜂可以相比 可是越是如此的话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也看了这个说 黄蜂要小心 这蓝网您会不会同样的看法 应该这样说好了 如果以实力来看 明天蓝网的胜率是蛮低的 因为整体的纽约的市境 搭起来的 而且他们团队运作 是非常的顺畅 以球员的个人条件来看的话 蓝网也是绝对 没有任何的拼头的 所以唯一可以看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明天林书豪的表现 好或不好 可是他们说 我们严加看管林书豪 你可以严加看管一个 得分见长的球员 可是你很难严加看管一个 传球能力很强的球员 因为他本身的目标 如果不是在攻击这个篮筐的话 你的防守范围变得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今天是要防守这个篮筐 不让他得分的话 其实你防守范围 就是大概这么小一点点而已 所以林书豪 他为什么在这个场上 具有绝大的一个威胁性是 他可以攻击篮筐的过程当中 你严加看管他 他用另外一个来伤害你 这个是为什么尼克队 最近可以营求蛮大的一个原因 而且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打球 愿意跟他一起拼抢 因为只要他在场上 我们周边人都碰得到球 而且比完赛以后 我不但吃你的 我搞不好 你还一直在称赞 我说他今天投得真准 他防守防得真好 意思就是说 我不但数据得到你的帮忙 而且你还跟大家指出说 你今天打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样子的队友 我觉得提的灯笼找不到 可是明天基本上 林书豪 他是不断地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 就是他的多样性 明天是不是他的这个多样性 你知道说全部防守 我就跟你刚刚讲的 我可以在其他方面发展出来 是不是一样 我觉得明天当然 观众的观众交点 可以是看到 林书豪搭配Anthony 因为毕竟Anthony之前 受伤完之后 一阵子没有出来 那Kamela Anthony 是一个得分能力很强 大家都一直会怀疑说 他是不是明天的持球比例会过高 会影响到整个球队的流畅性 那我个人是推测不会 因为我觉得Anthony 也是有跟顶级的后卫配合过 包括他打奥运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外线 得分能力很强的球员 所以刚才Kenny也讲说 林书豪他不只自己能得分 他会助攻 所以我认为明天的 纽泽星籃网队的防守的难度会加强 会增加更多 所以你刚刚对Melo的这个看法是 有化学变化还是什么 我觉得说其实明天的观战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我们可以看 我觉得说明书豪最近的高得分 不能让大家不会觉得说 他是独来的 拿了球就干了 不是 他是当队友得分低迷的时候 他能够去得分 然后呢队友没 是有机会的时候 我创造机会给他 你想包加我不让我切 我可以分球 Melo回来了之后呢 相信就像Mile Starman回来一样 他一定会以他纤维 做一个进攻主轴 那Melo他的个性来讲 你是不是说最后他会推委 我觉得球场上都很难说 明天看来知道 但是有一个可以确定就是 球队绝对不能输球 输球了Melo面子挂不住 所以他再怎么样 他一定会好好去配合 所以压力在Melo身上明天 当然一定在他身上 大家焦点是刚刚 你回来球队又输球了 那大家怎么办 所以甜瓜变苦瓜了 严重一下 其实站在带球队的一个人 看法绝对会有化学作用出来 因为终究 Antoni Melo是一个 真的现在目前MBA里面的巨星 那这十场球下来 九场球等于八胜一负 这种战绩是很困难的 那他回来以后 如果输了 如果输的话 那是不是他的薪水以后 就是给了林书豪 1800万 对 这个球队就不需要他了 而且加上林书豪带动了这个球队 整个传导流畅起来了 今天JR Smith回来 我发现JR Smith除了他在得分之外 他自己的流动 球的传导性流动性都变得更火 这个也是因为林书豪的效应 那明天就看安东尼他回来以后 看怎么样跟林书豪搭配 如果说这个效应 假如他回来让球队输球 然后让球队打得不是那么顺手 防守又出了漏洞 因为他现在赢球很多在防守上面 那有的王牌军他说我要得分 我不见得会全力防守 因为我体力要留下保留下得分 所以这个效应乱一出来输球的话 我觉得林克对这个教练就要很长的来做 从教练这个一语到破 明天除了这个现场比赛 很多人在看的 1800万的跟这个78万美金的 那么到底在各自有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也非常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针对这个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林书豪在球场上的表现 可是再回来2100全民开讲 吃美牛才能够打NBA 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那么稍后回来 当事人都会来现场 立刻回来 在我人生的每一步 都因为有